火柴人 是一对合作无鉴的骗徒 骗术精湛而老练的罗伊 以及深具企图心的弗兰克 两人以贩卖绿水器为诈骗手段 上当的买主为了获得这对骗徒所声称的虚构赠品 包括车子 珠宝 海外旅游等等 通常花超过10倍以上的金钱购买廉价的绿水器 这些小骗局上这两个火柴人赚进可观的财富 进一步变成牟利的合伙关系 罗伊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一项艺术 不是诈骗 因为所有的被害者都是经由他的说服 自愿地把钱拿出来给他 他既没有偷也没有抢 他一直用这样牵抢的理由掩饰自己心中的罪恶感 另一方面 罗伊的私生活并不顺利 他患有强迫症及广场恐惧症 除了行骗外 他过着身居简出 没有任何朋友的生活 罗伊感到疾病深深威胁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于是他开始寻求心理分析师的帮助 以期能够尽快恢复自己的骗徒生涯 好了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请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观看